這個狀況是要有的 我們先下去啊 我們先下去 好不好 你們現在是害怕了 你們剛才是被神光嚇到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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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幹嘛幹嘛 幹嘛 等一下等一下 這裡 大家好,我是王狗 在我PO出翠桃園的上一集之後 我接到了很多的私訊 當中有一個真的蠻讓我震驚的 那其他的現場怎麼比 有什麼不知名的影子啊 那還有照片右上有一個小男孩啊 拍到幽靈啊之類的等等 我就放到最後面再解說 先來解說這個 真的讓我滿Shot的病 對他傳來的是日文 我已經親吻的朋友幫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給我們看了 我來跟你們大概講一下他私訊的內容是什麼 他說 你好 這是我的新帳號 我是一個來自中國的日籍盜牧者 好聽一點叫做考古學家 我現在人在加拿大養老 中國估計是回不去了 我平常借我在看你的影片 還是挺有意思的 但就想提醒你一下 有些無法掌握的事還是小心點好 這十幾年來在地下 碰到無法解釋的事情太多了 我相信這些都是有因果循環的 包括我才40出頭 但是外表看起來老婆20歲 大概65左右吧 家裡人健康也受到我的影響 慘一點的同行 上面在地底的也大有人在 活到現在已經不曉得什麼叫做安穩了 但因為這樣 無意間 我得到了別人沒有的能力 有一次在湖北的地底下 被一個無形的影子纏住腳 一路拖到水坑裡 本來以為自己必死無疑 但是呢 我聽到有一個聲音在呼喊我的名字 發現自己躺在水坑的起點 也確定不是幻覺 畢竟身體是溼的 之後呢 我就能見到一些一般人見不到的吧 你的上一部影片 那個女生的聲音 其實她不是在笑 她是在悲傷的哭泣 情緒波動很大 估計是她生命中有什麼未了的願望吧 最後 不管你信不信我 我來單純只是想要提醒你 太危險的事情不要做 安全第一 我還有很多無法解釋的經歷 家裡有很多歷史文物 後來也有傳了一些她的 家裡的文物照片給我 我有詢問她可不可以給大家看 可是到目前她的還沒有回覆我 有機會的話 我再分享給你們大家看 重點來了 為什麼我會說 這則私訊會讓我那麼震驚呢 因為在她寄這一個私訊來之前 我翻了一下我原始的影片檔 結果呢 我看到了這一幕 什麼東西 我沒有很緊張 對這個紅包呢 我在上一集的時候 還沒有發現 檢查 影像的時候 才發現了這個紅包袋 那在台灣民間有流傳的呢 地板的紅包不要亂撿 一旦撿起來的話 就要跟死去的人結婚 對 就是有著這個 民間習俗啦 把這個民間習俗 跟那個盜墓者講的這句話 情緒波動很大 估計是她生命中有什麼未了的願望吧 兩個交在一起看的話 就很像映稱的說 那個在哭泣的女生 她可能在世的時候有著很愛很愛的人 有著非結不可能婚 可是卻不小心過世了 就透過冥婚的這種方式 完了她的心願 當然有可能是 有什麼小孩子拿了紅包錢 在那邊玩 然後不小心掉在地上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呢 經過這個私訊跟 我拍到這個紅包袋的影像 結合在一起之後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蠻奇怪的 所以 我想要帶大家回到那個地方看看 那個紅包袋裡面 到底裝的是什麼東西 去看看吧 GO 對 這邊就是我們 之前上去的路口 我帶大家上去看一下那個紅包袋 OK 走吧 走上去的這段時間呢 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最近呢 也看到了 一段話 那段話是說 人的一生呢 會死三次 第一次是在她斷氣的時候 從生物學來看 她死了 第二次是在她的帳禮 從社會角度上來看 她死了 第三次呢 是最後一個記得她的人 把她忘記的時候 那她就真正的死了 對 所以呢 我覺得那個紅包 她會想要 她的家人會想要幫她放在那邊 有可能也只是單純是思念 我們也可以不用把她想的 那麼可怕的東西 對 雖然會 有可能會危害到別人 是有點不好 但是 我相信也是 出於一個 愛女的心吧 當然也有可能是有的小孩 訂了紅包錢 然後在這邊玩 不小心掉在這 也說不定 那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對面的女士 就是有馬力 對 可是 比對面還很遠 它中間有一段大概 我覺得有200公尺的距離 可是我確定這裡有沒有湖 也許下一次 我在找地方 穿過去 來冒險一下 搞不好可以找到什麼 古時候的礦石寶石 所以這旁邊是 小學 小學的鐘都會自己想 現在 這樣上來這邊 真的有點可怕 應該要白天的時候來了 啊 就在這邊 紅包就在前面 這兩個椅子這邊 欸 椅子怎麼破掉了 等一下我找一下 紅包帶在 欸 紅包還不見了 應該是在這裡沒錯吧 我確定是在 這個位置 直接已經破掉了 然後紅包大概在 大概在這裡吧 對 不見了 奇怪 就只希望不是被 其實不知情的人捡走 那也希望是 小孩的耳朵具 留下來的吧 因為也找不到也沒有辦法 那我就回家帶你們看一下 其他的疑點吧 好 掰 首先呢要先感謝你們 大家傳給我的這些疑點啦 第一個呢 就先帶你們看看 你們大家說的 在我身後的這一個 不會動的影子 來 對其實這個畫面看起來 他是真的還蠻詭異的 但是 其實你們再往前拉一下 我們先把最後三個音吹完 來進來 我在動作的時候 其實這個椅子也有微微的動靜 所以 這個影子應該就是我的影子 沒錯 大家就不用擔心啊 第二個點呢 就是這一個 有 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是他的眼睛 然後這一個是他的鼻子 那個網友就說 他覺得那個是幽靈 那其實我就 當時我覺得還蠻訝異的 我想說 欸 竟然有這種東西 真的被拍到了嗎 那後來 我把影片往回去拉 結果我就發現 這個其實只是我的頭髮 那那個網友之後他有發現 但自己也覺得很好笑 第三個點呢 就是你們大家在講的這個小光點 當時呢 就有回到現場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畫面 對其實這個小光點呢 我估計啦 其實應該是有人在爬山 對 因為那天我上去的時候 的確是在遠處 有看到手電筒 而且 這個小光點的前三秒左右 上面有另外一個小光點 所以 這個應該就是人為的 不然就是遠方有什麼 窗戶啊之類的廣吧 第四個呢 就是我回到那個笑聲的地方 看了一下 不錯 就是這個地方 我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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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不會說你不要走 我不要走後面 後面 這個聲音真的很近 也不排除旁邊 會有人經過的可能 但是 你們可以看到 旁邊就是 樹林 所以 那個笑聲 我真的 不太能夠得知 到底是什麼樣子 可是我有聽到有人在討論說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聽到 小林跟紀安 他們在這樣害怕 很好笑 所以我就笑了 咳咳咳咳 對 所以應該不是我吧 我也有在想 是不是敲到攝影機 什麼之類的聲音 就頂多是 輕輕的碰到塑膠的聲音 所以其實 也不會造出那麼大的聲響 不然就是我覺得 最有可能的是 是某些動物的 聲音 就比如說 貓頭鷹的叫聲 或者是說 貓的 貓應該不會人家叫 最後一個點 就是有人在這邊 聽到 一個 的聲音 因為你們可能覺得說 一個 的聲音怎麼可能 相機那麼遠 然後那個聲音這麼近 對不對 那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我那個相機 雖然是駕在很遠的地方拍的 可是我的錄音 我是用手機 放在我們身邊錄 所以呢 其實很細微的聲音 我們都可以說得很清楚 所以那個聲音 應該就是 小鈴的聲音 不然就是我的聲音 那今天大概就是 以下這幾個疑點啦 或許等那個 盜牧者來 我再看能不能請大家 再分享一些故事 再跟大家 公布一下 他的文物的照片給你們看 OK 那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分享的喜歡 謝謝大家的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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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